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剧中 宋威龙和谭松韵饰演的林霄和李金坚CP感之强 让无数少女发出黑黑黑的会心笑声 要知道 她们分别是99年和90年生人 女主角谭松韵今年已经30岁了 谁看了不得感慨一句 谭松韵可真有少女感啊 大龄人抱有少女感的女明星并不少 前有40岁的王小沁 眼活16岁的武则天 后有40岁的周迅吴恒出演19岁的少女久儿 但谭松韵仍然是不同的 16岁的武则天天真甜美 19岁的久儿纯洁娇憨 而15岁的李坚坚则是一种无性别的虎和憨 不把自己当女孩 也不把哥哥们当成男孩 像极了你我中学时一定会有的那一个 留着一头假小子头 嘻嘻哈哈 跟所有人都能够冲凶到地的女同学 那只是存在于青春期的少女感 亲切而无攻击性 少女感 不只是玫瑰色的脸颊 蓬蓬的脸蛋 也不只是明亮的眼神和乍乍乎乎的动作神态 事实上 回忆我们自己的青春期 可能上述美好的外貌从没出现过 但青春特有的无忧无虑 天真不知仇 也是大部分人的共同会议 在李坚坚一只脚踩在椅子上 身穿黑T恤 头绑不好惹发带 假装自己是不良少女的时候 当他在一屋子爸爸哥哥 讨论自己的生理期和贴身衣物的时候 当他和哥哥和腾学打打那闹勾肩搭背的时候 他身上有一种青春期少女独有的混不力气质 让人忘记外貌 神态和动作 而相信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十几岁少女 坦松韵有一张独天独厚的少女脸 小圆脸和圆嘟嘟的五官又太足感 眼珠滴溜溜的一转 让人不知道又要冒出什么坏水 胶原蛋白和肌肉分布的恰到好处 没有什么纹路让人出戏 但这些都可以通过打光和滤镜弥补 与之相比更重要的是谭松韵刚刚好的表现 多一分就会是陆小葵一样的有腻感 少一分又会是木呆呆的缺乏活力 这种清新的少女感 这其中的尺度拿捏 当然要归功于演员谭松韵的权势 谭松韵的长相在百花齐放的娱乐圈里并不出众 但是她的少女感却独树一致 懵懂的平凡的 成绩和长相都普通 为了大人眼中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患得患失 看到喜欢的人会不自觉的躲闪 无论是旋风少女当中的范小莹 最好的我们中的耿耿 还是以家人之名中的李尖尖 都少女的十分自然 让人有代入感 22岁的谭松韵可以轻松演出14岁的纯会人 30岁的谭松韵仍然能够演出16岁的李尖尖 这样我们明白 少女感从来与年名无关